养生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手上有一骑穴,让你干血充足眼睛亮 还能够缓解颈尖腰背的酸痛疲惫 长期在手机电脑前工作或学习的朋友们 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方法 这个穴位叫做后膝穴 下面呢,我教大家一招滚后膝的小方法 首先来找后膝穴的位置 把一只手握拳 长指关节后的纹头处 就是在我们小指的下方 这条叫做感情线的 握拳的时候呢,这里会有一个纹头处 这个地方就是后膝穴的位置了 找到之后呢,把双手的后膝穴握拳 放在我们桌子的边缘上 或者是您找几本书落起来 放在书的边缘上 然后用腕关节带动双手 轻松的左右来回滚动 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刺激作用 记住不是上下滚动 是左右去滚动 在滚动的过程中呢 它会有一种轻微的酸痛感 这个动作你不需要有意识的去做 我们只需要每天抽出三五分钟的时间 随手的去动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你坚持一天这样去坐下来 每隔两三个小时累的时候 就去滚动后膝穴三到五分钟 这样坚持一天坐下来 你到了下班的时候 会感觉到自己腰不酸 脖子不累 而且眼睛也会有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如果我们长期坚持做这个动作 对于成年人的驼背也有改善作用 因为我们背上气急不畅 经脉阻塞 才会出现驼背的迹象 一旦这个气急通畅了 那么背的自然就直起来了 除了滚后膝 咱们还可以掐揉后膝 端坐 仰掌 手掌微微握拳 松松的握拳 另一只手的拇指指尖 掐按在后膝穴上 指尖用力的向下按压 因为后膝穴是比较深的 力度以自己能够忍受这个酸痛感为度 但是一定要掐揉到出现酸痛感 也要注意不要掐破皮肤 每天早晚各一次 每次左右两只手各掐按 三分钟左右 用眼过度其实非常的消耗干血 很多人面色苍白血须 就是由此而来 如果你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超过了四个小时 眼睛就会干涩疲劳酸脏 双目无神 养肝血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眼睛多休息 多去用后吸血 缓解眼睛的不适 也能够让身体重新去恢复能量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